好了 林園國際話題來看到 中國的父母為了讓孩子們讀書 真的是很辛苦 最近浙江金華的武藝縣 就敦促家長要來捐血捐器官 引發了爭議 那麼有幼兒園的老師 在微信群組上提醒家長 如果孩子明年九月 要在武藝上小學 家長就要先做好累積積分的準備了 來看一下這個訊息 他說要參加無償的縣寫 每一百毫升得到兩分 那麼每次最高 可以獻四百毫升得到八分 或半年之後可以再一次來獻血 另外就是參加造血幹細胞采樣 可以得到十分 那麼另外還有像是參加 弃捐的意願登記 還有像慈善機構捐款等等 都可以來累積積分 那麼有這個網友就質疑了 難道是變相的逼捐嗎 而且這樣就不是無償了 或不會過幾天家長捐盛 孩子也可以保送大學呢 引發了網路的熱烈討論 那麼工作人員也強調說 其實這一套制度是由公安部門來制定的 積分將用於多個方面 並不是只能用在小朋友的入學而已 那麼其實說到積分政策 因為許多父母到異地到大城市來工作 那麼對於大城市來說 隨牽子女的數量快速的增加 也就給當地的教育資源分配 帶來了壓力 那麼積分入學也就打破了 傳統戶籍制度的障礙 一般來說積分越高 進入到當地公辦學校 就讀的機會當然是越大 我們就拿佛山來舉例好了 他其實這邊加分這邊也提到了 社會貢獻 還有志願者活動 無償獻血等等 但是就沒有看到所謂的器捐 或者是造血幹細胞等等內容 每個地方的政策都不太一樣 那麼最近在上海 還發生了一起民校入學的詐騙案 多達二十四名家長 被騙超過千萬元人民幣 只能說天下父母心 家長們為了孩子能夠讀書 只要能做都做 但像五億獻這樣的積分政策 也被質疑是否恰當